这种做法我本身不逆 红烧鲈鱼 这是我早上去市场买的一条鲜鲈鱼 然后咱们把一个准备工作先做一下 鱼洗干净了之后鱼鳍不要 肉厚的时候刀打密点 一字刀 有一个简单的腌制 整盖给它用盐抹一遍 咱们选这块肉 一定要选这种硬标肉 切出来它有香 编完了之后非常的香 让它跟筷子头这么厚 特别薄了呢 出来不好吃 好 我觉得差不多了 这有二两多了 来点姜 不要它的葱板 要它上面那段 有人说了 做鱼放蒜 影响鱼的鲜香味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调味品 您早不过量是没问题的 开火 烧油 搁一勺盐 煎鱼呢 您放上盐 它不容易拔底 煎出鱼来特别香 摔着锅边 不要说着急去冻它 让它定一下行 鱼过完油之后 它的这种鲜香 是用其他的代替不了的 您不喜欢炸呢 这种煎鱼是最好的方式 这个鱼肉呢 煎到什么样 看看 刷白了 皮定型 一摸是硬盘了 这才行 煎好了之后 您用铲子 一铲就能铲出来 一小半大料 割几个花椒粒 这葱叶就使上了 烧鱼炖肉 腥味都给它去掉就行了 这个葱姜 花椒大料的香味一出来 蒜放进去 这个葱 金黄色 蒜也起泡了 您这个肉 这个温度放进去正好 用这个油温呢 煸出肉来 好吃 又有料香 这肉一出油 热到往外快了 继续煸它 黄酒 咱那小勺呢 你就照着它一勺 差不多在150克 酱油呢 是黄酒的三分之一 酱油刺出香味来了 醋略微的比酱油多一点 不碍事啊 因为大热水它一煮就挥发了 复合味一出来 您往里边加水 开锅了 咱们先调口 4克的盐 胡椒粉 2克 糖先少来 别看咱放的醋多 它不会酸呢 以咸鲜为口 咱这样煮一会儿啊 就要这肉香 煮个5分钟到10分钟吧 您就往外捞料汁 这是切厚片的好处 第一次炒料的这个 蒜啊 花椒啊 大料啊 葱全扔掉 不要 咱只取其味 放回去 你要是不喜欢这种 生葱生姜的味 您可以煸炒一下 我是喜欢什么 这个鲜姜的这个味道 这汤呢 一定要没过鱼身 大火 炖它 现在咱们是第一步瞧味 第二步呢 调散 第三步 收汁 咱这样 给它烧个三五分钟 您给它翻个身 就不能再动了 您别等它烧透了 再翻身 那您这鱼就翻不过来了 这时候呢 改中小火 咕噬着它 必须还得开锅 不开锅呢 这鱼不香 咱们炖了差不多 有20分钟了 这时候呢 调色为主 调味为福 您先尝一下 它的口味 现在呢 就是咸鲜香 这个口呢 就正好 老抽 炖菜 烧菜的时候 您可以放在最后一步 或者第二步调味的时候 这样呢 是最好的 要分三次调 保证这个菜的色香味 绝对是OK的 别看它汤多啊 一会儿咱们有一个吸汤的好办法 第二次调色的时候 你再炖 这锅盖就不能干了 鱼的胶质 应该已经炖出来了 咱们加一个最关键的 美极鲜味汁 炖鱼的话啊 搁一点这个 特别好吃 出锅之前 您给它搁上一盏 行了 关火 把葱姜剪出来 因为这个菜 最后吃的时候 不能吐糊 一定要选好的红薯粉条 要是一种细粉 您往里边一放 喜欢吃 您要多放点 汁的味道 全都倒粉条里边去了 它的这个粘稠感 会是非常自然的 大火呢 收汁 因为这粉条呢 这么细 没有是提炎烹好的 很好熟 这汁到这样就行了 不能收干了 收干了就没法吃了 咱们这粉条里边出锅的时候 一定要搁点这个香菜末 而且还是香菜梗 给它一拌 顺着这锅边往下一倒 最后撒上一小把 香葱粉条出来之后 汁会流过来 这样是最好的 这个菜就算成了 今天这鱼烧的配料丰富 看着这个筋道 这是什么粉糕的 这是纯的红薯 纯薯粉是吧 对 薯粉 这个粉条入嘴 不光软度 还有点脆的感觉 不粘盐 这边你看我为啥流出点汤汁了呀 待会粉条把汤汁吸完了 你往这一团 这汁就流过了 再拌一下 你最好吃的就是你腹一块 鱼动均衡 来来来 蘸个这汁 嫩香 这种做法 一个是爱吃鲤鱼 还有一个是鲈鱼 您回家尝试一下